莫斯科靠山火热站 今天是放假的第一天 依旧有很多人出行 但今天不是全部放假 今天是这些商场娱乐场所 这些都放假 30号正式全国放假 放假一个礼拜 到11月7号 暂时是这么安排 但是如果要是这期间 疫情得不到控制的话 时间还会延长 现在坐火车非常赞 今天我的好朋友过生日 透过车窗隐约能看出来 俄罗斯的火车 有的是非常新的 有的是还是挺破的 像这种双层的火车就比较新 开山站这个位置不错 它后边是俄罗斯铁道部的大楼 然后莫斯科的中心邮局也在这个后边 对于货运来讲 卸货什么的装货都特别方便 太人了 至于中心ывайтесь